因為妳好像 應該這樣講 妳人在這裡 人也在攝影棚裡 人也跟大家對話 但妳的魂好像不在 妳懂嗎 我常常想說 楊玲 楊玲 為什麼 我現在在吧 妳現在在 妳現在在 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常常在錄影的時候 我常常會看看大家 我總覺得 楊玲好像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她會不會 我 其實不太知道 怎麼跟人家互動 我的個性很直 然後也覺得自己 常常會說錯話 那與其這樣子 我就少說一點話這樣子 對 但是基本上 禮貌一定做得到 打招呼啊什麼的 對 妳很禮貌 但是妳很 很少聽到妳講說 生氣啊 高興啊 或者是什麼 要不要啊 但是妳來了 反正 綜藝節目要妳做什麼 妳也做什麼 可是妳也 有點勉強的 要做完了 對 工作 對 這是工作 工作沒有辦法 對 然後妳離開 大家都覺得 妳像迷一樣的女人 是這樣嗎 迷一樣的女人 妳覺得妳自己是嗎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可能朋友不是很多 然後自己 常常做一些很重要的決定 就這樣決定了 然後 也不太跟人家商量 對 其實我們家人對我的看法 也大概是這樣 家人對妳的看法 家人對妳的看法也是這樣子 對 因為她們常常不知道 家裡也覺得妳是迷啊 那個人 我覺得 妳的家裡人 像我的家人 他們就覺得 為什麼要來從事演藝工作 然後比如說 我離開演藝工作的時候 他們也是看到報紙 他們很多事情都是 看到報紙 才知道 對 妹妹現在做了什麼決定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對我也其實 也是跟妳的感覺差不多 所以我的感覺 還不算太外圍 不是…妳唸的是妳唸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是楊玲在看 我覺得妳… 剛剛我在看妳這幅畫自己的 我常常覺得說 畫畫有的時候 很代表自己的心情 對不對 就是說妳畫妳自己 其實妳點了這顆字 就表示說我在畫自己 對不對 妳… 這個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這個字 而且妳把自己眉毛還畫得滿聾的 對 那個這是 是我2003年第一次個展 然後一個展 這一張就被一個長家買走了 對 這張作品 對…不在我這邊了這個 所以妳把它借過來的是不是 不是 這個是製作單位他們的 複製品 這是複製的 這是複製的 對… 哇塞 好像真的嘛 不像 真的嗎 它原作顏色更棒 對… 原作顏色 已經被人家買走了嗎 買走 這03年就被人買走了 個展的時候就被 誰買走 我好想知道 它一定是妳的迷 聽說是一個年輕的長家 不知道 真的嗎 對 哇 天天在家看楊玲 嗯… 哇 是誰 是誰 買了告訴我 我好想知道 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對 這個是 這一張是是我 然後後來 但是我看到這一張 這是圖釘吧 對 這是圖釘 分別是兩張的作品 滿大的 這個作品 100F 哇 一個人畫那麼多圖釘 我不是看圖解謎喔 但是 圖釘 滿痛的耶 是啊 很痛 沒錯 真的痛 我那個時候在 開始在畫圖 妳想想看 妳把圖釘撒在地上 用個腳踩過去 妳會放在椅子上坐上去 很痛的啊 對 所以妳畫圖釘 讓我覺得好痛的感覺 是很痛 沒錯 因為那個時候 我自己在 開始自己創作的時候 發現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在創作上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很難找到 屬於自己的一個畫畫的風格 真的嗎 對 這個 要畫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對任何的藝術家來講 都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所以在一開始 妳剛畫的時候 其實比較簡單 對 因為妳覺得 隨便啊 什麼都可以畫 花瓶啊 畫自己啊 畫自己的 對 所以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像唱歌一樣的 唱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妳覺得好像到了瓶頸 又好像到了要突破 對 沒錯 又想找到一個方向的時候 圖釘就出來了 那個時候呢 有一天我就在禱告 我禱告上帝 我就說 我到底應該畫些什麼東西啊 我其實真的是 因為技巧方面的東西 其實妳花時間去學是OK的 那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風格 讓大家能夠看到這個作品 就知道這是楊林畫的 這是誰畫的 這樣子 它識別度要高的 對 對 識別度 看過以前有很多的藝術家畫過這樣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 這釘子代表什麼意義呢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 就如同我們脫去舊衣穿上新衣 對我們來說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那個釘子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新的開始 對 那所以我就用我的表現方式 再加上以前從事演藝工作 我們常常接觸到一些流行的資訊 的一些顏色 我就把一些活潑的顏色全部擺上去 然後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對上帝的愛 對 對 所以這個釘子看起來其實遠遠看很摩登 妳覺得是一個很迅爛的一種 好像某件衣服上面有畫圖案一樣的 但仔細一看圖釘 哇 很痛吧 一個畫圖釘的女人聽起來就 但是後來我有看到妳 妳在神學院上課 對 我是2006年開始在那裡修學分 然後大概明年可以畢業了 然後我再問她 我說妳怎麼會去神學院上課 妳將來要當牧師嗎 她說其實不是 其實我覺得做演藝工作很多人 在念書的那一塊 可能是空白 妳知道就是讀書的學業的做學生的 所以很多人像冰冰姐什麼都會覺得說 我想去上一堂課 我想去過一下學生的生活 那對妳來講 想成學業又多一層可以讓自己 對自己信仰更深一層的了解 對 我離開演藝工作之後 其實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學校念書 對 因為對我 在我的過去的記憶當中 我覺得學生生活是最快樂的部分 那我自己因為家裡環境的關係 半工半讀 然後那個時候從事演藝工作 我覺得這一塊是我很想去做的 然後神感動我到神學院去念書這樣 去那裡做裝備 希望能夠在我的作品上面 或者在我的平常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把福音傳出去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這樣子 對 很開心明年就可以畢業了 對 很開心我們看到楊玲 我記得前一陣子看到她 比如說剛開始她要畫畫的時候 跟現在自信滿滿的這一個畫家 楊玲小姐 我剛剛好像要介紹女士一樣的畫家 可是妳發現她 她其實有非常極端的兩面 因為畫畫要很靜下來 運動又是另外一個很動的人 所以妳應該是有兩個 兩種不同個性 對 會衝突嗎 還好 我還滿習慣的 妳還滿習慣的 還滿習慣跟自己相處的 對 其實剛開始我覺得 對我來說比較 比較困難的一件事就是 念玲小姐離開演藝工作 在這樣這麼多 每天面對這麼多的人 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跟一個人這樣子進到工作是畫圖 我覺得那個落差確實是 對任何一個藝人來說 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對任何人都不容易吧 不容易 因為畫畫是一個極度寂寞 而且極度要 不能跟人家聊天的畫畫 我覺得要創作要畫 然後好跟不好 完全一面之間 然後怎麼樣是把它完成了 然後怎麼樣就把它撕掉不要了 對 我覺得在那個過程 大概我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才做好這樣的調適 包括我的生活作息 我的生活習慣 對 然後現在越來越享受 自己一個人在面對畫布 自己一個人在創作 在思考一些 自己未來要畫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感覺 就有一點點像 我們早晨在靈修 然後在祷告的感覺一樣 所以很享受 在屬於自己的空間裡面 做這樣的創作 怎樣啦 不是 因為楊玲以前她不會侃侃而談 談她自己 我覺得她通常都是笑咪咪的 妳怎麼說我我就好吧 我就接受妳們怎麼說我 然後我覺得她自己 都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們不知道她想些什麼 其實 妳... 在妳決定要退出演藝界之後 妳其實還滿年輕 妳看現在做這份工作的人 大家都一直唱 一直唱 蔡琴都在唱啊 大家都在唱 妳有想過在唱嗎 沒有 所以妳退出的時候 頭都不回嗎 有回頭想看一下嗎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誘惑 其實回到演藝工作賺錢確實是 真的是 畫圖 畫圖有賺錢嗎 很難 我覺得當藝術家都很窮 當藝術家 像尤其要 賺不到錢 對 而且要有一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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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要浮遊 要不然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畫都賣得很特別好 對 然後只有 只孫可以賺到錢 對 對 對